大家好 有太多的小伙伴关心这个 小狗事的事了 就是我昨天见的那个小奶狗 你们能听见那个小奶狗在叫吗 小美谁在叫啊 狗圣在叫是不是 今天小美有点吐 刚才吐了 给你们看看狗圣 我给她请人叫狗圣 你们看看啊 这像有病的吗 你看看 好 上午带她出去打了一针 下午就成这样了 打错药了是不是啊 打了兴奋剂了 你看她这折腾啊 哎呀 哎呀 你哪像个被抛弃的小奶狗啊你 你整个一个 你看她清车熟路 她自己能回去 她自己电影那块砖出来 你太聪明了 你长大了肯定是一个猎犬 是不是狗圣 嗯 看她大爪子 看她大脸 看她大嘴 有的小伙伴说她像麻犬 但是麻犬 她耳朵不应该立着吗 你看她从店那块装游戏 以下来了 而且还咬东西 你看她咬纸被子呢 哎呀 真是一分钟都不太闲着的 你只要看不见我 她就 在外面一直叫 一直咬咬咬咬咬的叫 真多动症啊 过来狗圣 打了两针 然后也没有吃任何东西 就这么活蹦烂跳的 应该没什么大毛病 就是肠胃炎 所以大家暂时不要担心 她挺好的 来小虎 给她当一会儿妈妈 来呀小虎 别客气 来吧 来狗圣上 吃奶去 看她这个金气神 估计明天这个针不用打了 好了 今天就到这里吧 我们明天会持续为大家 说一下狗圣的情况 好了 我们明天见 大家好 这是小狗圣 开直播了 看 吃多香 泡的狗粮是不吃的 我知道小伙伴肯定说 给她泡一泡 她不吃 跟姥姥玩呢 哎呀 她太淘气了 她没有闲着的时候 只要她闲着的时候 只要她睁眼睛的时候 她就在咬东西 要不就是在追人 谁都追 有点精力旺盛 你看看 你们还担心呢 是不是细小啊 绝对不是 还担心呢 是不是感冒了 是不是着凉了 哎呀 绝对不是 你看看呢 哎呀 下面她要吃午饭了 你们看看啊 有干有稀的 可爱吃这干的了 不爱吃那个泡的 那个泡软软啪啪那个 她觉得没滋味 要不就反正我没尝过 这狗粮什么味啊 反正我觉得 她觉得没滋味不吃 我深度怀疑 她就是麻犬 你知道吗 简直就是大狗羊子 她有那种攻击性 就是她喜欢攻击人 然后她喜欢 招你追你 咬你后脚跟 这都是她的特点 哎呀 太能吃了 我也不敢一次给的太多 怕她吃撑了 或者又造成那个吐啊 或肠炎什么的 还是 少量多吃吧 就是 多吃几次 然后一次少吃点 豆豆也想吃 豆豆 哎呀 喝点水吧 多干呢 哎呀 你看她这个形 你看 就是那种 又像狼狗吧 又像那种麻犬 反正应该是个大狗 不是那种小狗 反正我没养过这种狗 我都是养那种 毒狗 就跟豆豆似的 那个 豆豆三代 豆豆祖孙三代 是不是 豆豆 看我们豆豆 从来不攻击人 都是温柔相待 是吧 豆豆 她就喜欢跟那个 灭火器待在一起 这是她的吉祥物啊 你看那大爪子 看那大爪子了吗 看她那姿势 要是养了鸡的话 她会一直不给留下的 反正一日三餐 她挺健康的 也感谢大家对我的支持 我们明天见 再见